- 大家好我是柴 - 大家好我是屬 歡迎收看第28集夯翻組FQ 有在關心新聞的小尾巴 一定都有發現美國在這兩三年 除了持續升行和縮表 還挑起貨幣戰和貿易戰 不是點名匯率操縱國就是到處加關稅 新興市場國將首當其衝 資金逃離 亞洲貨幣紛紛重貶 但就在此時 高利外幣定存卻開始慢慢的引起關注喔 對啊 數這兩個月一直收到某個銀行的廣告信 跟我說台幣定存解約轉外幣定存 年息最高3.2% 看了一下發現現在南非幣好便宜喔 真的蠻讓人心動 但不管你換外幣是為了旅遊洽工 還是為了投資這種商品 都先不要急 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這集先讓數算給你聽 之前我們曾經在這支影片 和大家分享過匯率的三個秘密 其中有個重點就是 錢會越換越薄 原因是銀行的賣出價 一定會高於買入價 低買高買 兩者的差價就是銀行的利潤 也就是我們換外幣的成本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但這時候數好奇幾件事喔 第一 這個價差是固定的%數嗎 第二 各家銀行和各個外幣之間到底有沒有差別 第三 如果數為了獲得外幣的高利息 而照銀行說的 把台幣定存解約 改做外幣定存 真的划算嗎 結果數為了找出這個答案 又週末花了一整天在爬各家銀行的匯率表 用以SELL整個算完之後 得出出乎意料的結果 剛剛才說銀行外幣的買進賣出會有個差價 其實它有個正式的名稱叫Spray 又叫點差 而把這個差價除以我們的換匯成本 就是匯率表上的那個賣出價 就可以得到買賣價差率 XBX Spray Rate 也就是我們每買進賣出一次外幣的時候 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會折損多少%的原始本金 簡單一點來講就是手續費率的意思 就像買賣股票會有券商手續費和證交稅一樣 對 在了解價差率之後 數根據銀行局公佈的本國銀行排名 列出排名前10大的本國銀行 包含台灣銀行、中國新桌、兆豐銀行、第一銀行等等 再找出他們的外幣買進賣出價格 分別算出這10大銀行各種外幣目前的現金和幾起的差價率 我們先來看旅遊下工經常要看的現金匯率 最左邊是外幣現鈔的各種幣別 包含美金、日元、港幣、人民幣等等 中間是數算好的差價率 而最後一欄就是索爾銀行差價率的平均 由低到高排列 數發現實價比較下來 差價率都是美金特別低 平均大概1%左右 而其他外幣就大概分成兩大群 像紐澳幣、歐元、人民幣等等這些都大概是3-10%左右 可怕的是底下這7個 包含泰幣、韓幣等等都在10幾%以上 其中印尼幣和越南幣的差價率還超過三成 也就是說你今天拿1萬塊跟台銀全部換成越南幣之後 扎一下眼鏡再全部立刻換回來 只會剩下不到7000 3000多塊台幣一眨眼就不見了 意思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去這些國家旅遊 剩下的外幣建議先放著等下一次再使用 不要一回國就急著拿去跟台銀或趙峰換回台幣 因為這樣只要損失三成 真的是心在低血 對啊 剛剛講的是現金 接下來是更精彩的集齊匯率 這個就是外幣定存投資一定要看 我們一樣是統計前10大銀行的差價率和平均 首先你會很明顯發現 平均下來的差價率都比剛剛的現金低了很多 這也是集齊匯率原生的優勢 意思是這裡會低於這裡 這個距離也會小於這個距離 而在各種外幣的結論跟剛剛一樣 美金最低只有0.39% 中間這一票都不到2% 從瑞典幣以下開始越來越高 最高的兩個一樣還是越南跟印尼 關鍵的重點是屬用藍色標示的這5個 是銀行最常推 也是台灣外幣定存族最愛的5個熱門外幣 屬同時統計的這10家銀行 一年期外幣定存利率的平均就是這一欄 再跟各種畢別的差價率相關 得到最後一欄我叫它預期報酬率好了 我們舉日幣來說它的平均價差率有1.62% 但是日本是負利率的國家 所以我們這10家銀行的日幣存款率幾乎都是零 也就是存日幣完全賺不到任何利息錢 把它換回來還要現虧1.6% 所以你幾乎不會聽到有人買日幣來定存 就是這個原因 這時候我們再看看剛剛那5個熱門外幣 首先是美金利率 因為聯準會持續升息的關係 跟著水漲船高 現在平均已經有1.73% 而且它的差價率非常低只有0.39% 兩個扣掉之後的預期報酬率還可以維持在1%以上 而澳幣紐幣和人民幣兩相抵銷之後 刻意預期的報酬率只有不到0.5% 南非幣這個更能讓人傻眼 雖然它的定存率4.4%看起來很高 比我們台國殖利率還高 但跟它的差價率抵銷完之後竟然是負的 也就是說南非幣現在存一年的利息 拿來抵買賣成本都不夠 所以我們知道外幣利率不是越高就一定越好 買賣差價的成本也要一起評估進去 但是這個買賣差價只有將來換回台幣時才會實現 如果匯率都不變 定存個3年5年之後也已經領了好幾年的利息 加總應該就遠高於差價成本了 對 這就是一種解BUG的方法 也就是把定存的時間拉長 不要存太短也不要換來換去 因為每換一次都會消耗本金 另外這邊有一個小提醒 這個差價率不只是每間銀行都不一樣 即使是同一間銀行 在不同時期也有可能會不一樣喔 如果你正打算要換外幣或是投資外幣利存 看完這集之後 除了銀行的匯率和利率 或許也可以多評估一個差價率再做決定 絕對不要看到利率很高 就先把頭洗下去囉 以上就是這一集關於買賣差價率的FQ 每集我們有幾分鐘的時間分享一個投資理財的知識 和你一起提高FQ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給我們一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夯番薯FQ 我們下次見 掰掰